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狗的感受 从来只听说过狗咬人 但其实在生活当中 很多见过人咬狗 狗咬人是真咬 用牙齿咬 人咬狗多半都是拿狗做借口 它不是在乎狗 它是很计较自己多付出一点 你也没有那么爱狗 在乎狗咬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 有时候虽然有一点不太包容 不太理解我 但我觉得你还是挺好的 你应该还是很心软的 对吧 然后我想把我的狗狗带回来 因为那天我在家收拾东西的时候 看见狗狗的那个本子 上面写的是 如果你要养我的话 就请不要丢弃我 如果我不听话了 那可能是我生病了 所以我觉得我没办法再让它在外面了 其实我们之前抛开这些事情 一直都过得挺开心的 我确实很难在心里面接受掉这只狗 但我愿意去试一试其他的方法 好 时间到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不是 那狗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觉得老师说得对 虽然那只狗我现在接受不了 但我可以花一种方式 比如说去培训一下 然后慢慢去接受它 你能把那狗狗养好吗 我会的 好好帮他养狗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来 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我觉得我应该更包容更理解你一些 确实有些东西我没有体验过 所以说我不知道你 对你的狗的那种感情 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的 我能保证我会把狗养好的 相信我好吗 相信我好吗 嗯 来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们想吃到几个小的小的 我真是一样 鬼子 我真的想看见我